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我们的Linux当中服务到底有哪些分类呢 它分了这样两个大类 一个是APM包安装的默认服务 另外一种是用圆码包安装的服务 有些同学好像曾经问过我 说这个东西怎么跟软件包安装的时候的分类一样 你还记得吗 我们说系统的软件分为了两种安装方法 一种是APM包 另外一种是圆码包 它的区别是什么 圆码包是能看到圆代码 完全可以自定义 但是缺点是安装时间长 一旦报错别不容易解决 APM包呢 是安装简单快速 但是呢 它的自定义性比较差 而且不能再看到圆代码了 我们在Windows当中看见了常见的EIC程序 就是二经之经过编译之后的保 那为什么服务也分了这样两类呢 那我们就说 在Windows当中 我的这种安装程序 既可以是比如说 在我的地盘 有一大堆的安装程序 各种各样的工具 那这样的工具呢 装完之后 它既可以装成我们常用的这种 Windows下的常用的工具软件 哎 装完了之后是讯机 对吧 但是呢 也可以装完 装完之后呢 把它装完之后 是我的常见的服务 也就是说 它认为我的主要助手啊 或者是讯机软件啊 哎 找一找啊 太多了 讯机软件啊 这些就是服务 那也就是说 虽然安装方法一样 但是我装完的程序 有一些可能只是系统的常用的运用软件 但是有一些是可以安装成为系统的服务的 那Windows是这样的 Windows当中也是这样的 那我们说 KQ这样的东西装完就是运用软件 但是像讯机啊 这样的东西装完 它就变成了Windows的服务 那Windows是这样 那我们说 Linux也同样是这样 也同样是这样 那也就是说 我们的服务 分了也是这样两种类别 一种是 RPM包装的服务 另外一种是 原码包装的服务 呃 我还是说 我们把RPM包安装的服务 叫做默认安装的服务 原因很简单 系统 Linux整个系统 都是用RPM包软件装的 所以 用RPM包装出来的服务 就跟系统默认值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称作默认服务 但是 原码包安装出来的呢 就相当于外来的了 第三方的 所以我们称作 原码包安装的服务 但是呢 在RPM包安装的服务当中 又分为了独立的服务 和基于Signet的服务 两种 啥叫独立的服务 我们Linux当中 绝大多数的服务 都是独立的 啥意思啊 它直接 这个服务就在内存里 直接就在内存当中 当有用户访问 这个服务 这个服务 直接响应用户 好处是 服务的访问 响应速度更快 坏处是 你的这种独立的服务越多 耗费的这个系统的内存资源 就越多 那什么叫基于Signet的服务呢 那我们说 Signet服务本身 就这个X3iGG 这个服务本身是独立的 它就在内存当中 但是呢 它跟阿帕奇 其他的服务不一样 比如说阿帕奇 有人访问 有人访问 我就是要拿阿帕奇服务 响应他 你就可以打开我的网页 对吧 但是呢 Signet的服务不是 你访问他 他本身没有任何功能 他唯一的功能是 在后面 还有一系列 被他管理的服务 那么 你要访问这个服务 这种常见的服务 比如说 RSYNC RSYNC 这个服务 假设 这是一个Linux当中 网络备份的这样一个服务 那假设我要访问他 我的客户是不能直接找到他的 因为这家伙没在内存里 我要找谁 先找Signet 然后通过Signet 访问他 因为他是被Signet管理的 当他要响应的时候 RSYNC 响应Signet 由Signet 再去响应 扣断 他的好处是 后面的这些基于所有基于Signet的服务 本身不占用列宿 但是呢 他的坏处是 他的响应速度 要比像阿帕奇这样的独立的服务 响应速度更慢 那所以说 我们有两类服务 一种叫做独立的 另外一种叫做基于Signet 注意啊 我再说 Signet的服务本身 是独立的 那么 但是呢 后台他管理的这些服务 我们称作基于Signet 哎 有这样两种啊 就算是阿片帽安装的服务 也有这样两种 一种是独立的 另外一种是基于Signet 那么 我们今天呢 主要干的事情 就是学习 阿片帽安装的服务当中 独立的服务 基于Signet的服务 和圆马帽服务 如何进行管理 如何进行管理 那 既然说要管理 那我们针对这些服务 到底要干些什么事情呢 其实 不外乎两件事 一个是启动 一个是自行 啥意思 我们回过头 继续看看Windows这个服务 哎 Windows这个啊 你们可以看到 Windows的服务分为状态 和启动类型两类 状态我们随便打开一个 你可以看到状态分为 启动 停止 暂停 恢复 而启动 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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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动 手动 启动 Windows的启动 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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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动 代表的是 这个服务 这个服务 下次开机 随着系统启动 而自动启动 那如果是手动呢 说 这个服务 随着开机 并不启动 但是 当有其他的服务 需要他的手 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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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服务 不需要经过 人这个管理员的允许 他就会自己直接 被这个服务 直接调用 那金融呢 当然就是 这个服务 不允许 开机 自动 那也就是说 我们的Windows 其实也是分为了 启动类型 也就是我说了 自启动 和服务状态 也就是我说了 启动 这样两种管理方法 那我们在Linux当中呢 就是要学 这些服务 如何进行启动 如何进行自启动 也就是说 看 我们待会儿要学的是 独立的服务 如何进行启动 如何进行自启动 现在的服务 如何启动 如何自启动 原码包的服务 如何启动 如何自启动 这就是我们 这一章内容的 这个 这个要学习的 这些内容 好了 知道了启动 和自启动 我们来看看 我怎么知道 系统当中 安了哪些服务呢 我怎么清楚 系统当中 已经安装了 哪些服务呢 那么 Windows当中 我们说 可以通过 这样一个工具 能看到系统当中 所有已经安装的服务 当然 Win7里面 安装的 默认安装的服务 远要比我们 XP多了多 所以它更好资源 对吧 那我们怎么知道 Linux当中 安装了哪些服务呢 那么 就有这样两种方法 因为有两个分类 RPM安装的服务 可以使用 一条命令 叫做 TRAKON FEGA -LIST 所以 TRAKON FEGA 命令 是用来查看 RPM安装服务的 自其动作 它可以查看 所有的RPM安装的服务 小心 TRAKON FEGA 命令 是不能查看 圆满的安装服务 是不能查看 圆满的安装服务 它只能查看 RPM安装的服务 而且它是看 自其动状态 那我们运行一下 这条命令 至于为什么说 TRAKON FEGA 命令不能看 圆满的安装服务 我待会来解释 我待会来解释 那么 我们来运行一下 TRAKON FEGA 看看LIST 这里 一旦回撤 它就会看到 所有的这些服务 它能看到的这些服务 全部都是 RPM冒安装的服务 圆满包的服务 是看不到 那么 它其实是查看 自其动状态 也就是说 我们讲过运行级别了吧 0到6 是代表 Linux系统的 7个默认运行级别 0代表关机 1代表单用户 2代表 不完全多用户 3就是自负界面 4未分配 5呢 5是图形界面 6代表重启动 那这里查完之后 看 如果这里 这个服务 2345 写了启用 它指的是 当我的计算机进行重启 Linux如果进入的是 2345 这四个运行级别当中的 任意一个 这个服务 会随着系统的启动 而自动运行 所以说 查看 是服务 自启动 查看命令 他查看在这里启动 这块如果写的启用 并不代表 这个服务 在当前系统当中 已经运行 而代表 这个服务 会随着系统的启动 下次运行 那如何查看服务 在当前系统当中 已经运行了呢 两个方法 一个是PS 查看系统当中 所有运行的进程 如果我在这里 比如说 看到了CRON 刚刚那个进程 看看有吗 CRON 找找找找 我们是不是应该 用Graph来找一下 啊 这找不到 那我们管道服务 那如果看到了这个服务 证明这个服务是运行的 那第二种方法呢 是NetState 哎 啊 这对 NetState还有点问题啊 像CRON这样的 是手工进程 他没有启动 这个服务 没有灯口 那这时候 他是看不到的 那最保险的方法 还是有PS 查看进程 来查看进程 好了 那么我们说 回来再说查看飞格 查看飞格呢 是查看一个服务的自启动状态 查看服务自启动状态 这块如果写了启动 代表这个服务 代表这个服务会在系统进入2345级别之后开启进行 但是呢 这条命令 他附带的可以看到系统当中所有已经安装完的阿片包安装的服务 所以啊 我们用这个服务来查询系统当中到底安装了哪些阿片包服务 那 圆马包安装的服务应该如何查询呢 我们只能看服务的安装位置下 一般圆马包 比如说圆马包拉帕奇 我们是装在优萨拉库下 所以我到优萨拉库下目录下 如果看到了阿帕奇目录 证明圆马包拉帕奇是装的 但是就这一种方法 他并不能用命令来查询 并不能用命令 那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柴卡继克这样的命令 只能查询 阿片包安装的服务 而不能查看圆马包安装的服务 原因是 我们说 其实在这之前 我讲软件安装的时候 我说了 阿片包和圆马包的区别 什么 自尽性能弄强 什么能看到圆架马等等 但是我说 如果只对服务来讲 如果这个服务已经安装到 我的Linux系统当中 我就不再管 它原先是圆马包的 还是阿片包的 我不管 安装到系统当中之后 它唯一的区别 或者说 我们能够感觉到的区别 就是安装位置 阿片包会安装在 且这个阿片包的人 觉得按哪 合适 就会装在哪 都是系统默认位置 比如说 配置文件会就装在 17C下 跟下的17C下 它的启动脚本 会装在17C下的 IC.D下的 IIT.D这个目录下 那这个东西是谁决定的呢 是约定俗成的 我们做这个阿片包开发的人员呢 就会遵守 一般都会遵守我这个规证 所以他会把它的配置文件 就放在这 把它的启动脚本 就放在这 但是呢 圆马包不是 圆马包是怎么样的 他把所有的文件 都安装在了我的指定位置上 所以 你还记得吗 我们的阿片包要想删除 必须使用一个杠义选项 来删除我的远接包 那是因为 他把这个文件 远接包装的到处都是 这里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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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如果手工去删 会累死 你得一个月找到这些文件 再去删 所以他给我们准备了 专门的删除秘密 但是你还记得圆马包怎么删吗 我说 直接把优色捞扣阿帕奇目录 就是他的安装软件的这个 安装软件的这个目录 干掉 就会删掉 因为他没有任何的垃圾文件 我们说过 Binners的特点就是 没有垃圾文件 所有的文件都装在你指定的位置上 但是他为什么没有给圆马包 准备像阿片包这样的 删除命令呢 因为不需要 所有的文件都装在了指定位置当中 所以只要把这个文件删了 就不会有任何垃圾文件 那也就是说 圆马包 所有的文件 都会安装在指定位置当中 而阿片包 所有的文件 都会装在系统默认位置当中 这就是阿片包 和圆马包 在安装之后的区别 安装之前我们说了 什么概念性的区别 各种各样的 什么能不能看到原件码等等等等 但是安装之后的区别呢 就是安装位置 那安装位置的不同 带来的后果就是管理方法 像我们说 service命令 还记得吧 我们讲过 service命令 是不是可以启动 阿片包安装的 阿帕奇 实际上 像柴卡 柴卡 这个命令 我说 是不是可以查看到 阿片包安装服务的自行中状态 但是 我在讲这两个命令的时候 我都反复强调 这两个命令 不能管理圆马包安装的服务 最起码 默认状况下不行 默认状况下是不行 因为 他们其实搜索的是 他的指定位置 比如说 service命令 之所以能够把 阿帕奇安装的 原码包启动 是因为 他搜索的就是ETC IC.D下 IC.D这个目录 他在这里 这个目录当中 找到了 阿帕奇 哪去了 哪去了 找到了 阿帕奇的启动脚本 所以 他会启动 service命令 能够启动 能够启动 阿帕包 安装的 但是我问你 service命令 能够启动 原码包 安装的 服务吗 答案 显而易见 是不可以 原因 我说了 原码包的服务 是安装在 U-SELF下 而service 搜索的是 这个目录 所以 service命令 是不可能找到 最起码在 默认状况下 是不可能找到 原码包 安装的 所以我一直在强调 像service 今天说的 查尔卡 飞格 我们后面还要学的 其他的服务管理命令 他默认情况下 都只能管理 阿帕包 安装的 服务 而不能管理 原码包 安装的 原因是 他的安装位置 是不同 我们说 其实我们这里讲 把服务分了 这样三种 独立的 基金 线 原码包的 然后每种 有不同的 管理方法 其实归根结底 为什么会有这么复杂的 管理方法 归根结底 是因为他这三种服务 安装位置 导致了服务的 管理方法 那有些人就很 很奇怪了 我们学员就曾问过 那是不是说 如果我把原码包 安装了服务 把它的启动脚本 拷贝到了这里 或者做了个链接 链过来 那么service mini 是不是就可以识别 原码包 安装的服务呢 答案是肯定的 没有问题 确实是这点 但是 超哥并不太推荐大家 把原码包服务 变成跟阿片包服务 一样的管理方法 原因 这是区分 原码包和阿片包服务的 这个一个标志 如果你把它的管理方法 变成一样了 那么有可能会给 初学者带来困惑 哎 这个服务怎么 说是原码包装的 为什么service能起呢 会跟我们带来困惑 所以啊 我的推荐是 我们能够熟练的 掌握这些管理方法 启动和自启动方法 就好 你没有必要 非要把原码包的 变成可以被service mini 可以识别 当然 我后面会讲 怎么让我的服务 变成原码包服务 可以被service 或者柴肯费 这样的 mini 识别 我们后面会讲 只是我并不推荐 好了 这就是我们这节课的内容 这节课内容 我们主要讲一下服务的分类 服务分为了两个大类 RPM包安装的服务 和原码包安装的服务 其中 RPM包安装的服务 又分为独立的服务 和基于型战者的服务 两类 基于型战者的服务 两类 那么 这些服务 因为安装位置的不同 导致了 它的服务的 启动和自启动的方法 不同 那么 这节课内容 就这样 下节课 再见 如果你想和我交流 Linux学习的问题 可以登陆兄弟联官方论坛 你就可以找到我 如果你有任何疑问 如果你想获取 Linux更多学习资料 请关注 汽车Linux 微信公布帐号 你就可以找到我